2018闪岸荧光夜轮台北场活动 6月2号下午在新店碧坛东岸广场热闹登场 不仅吸引了许多国内民众热情响应 更有来自各国喜爱路跑的民众踊跃参与 参赛的跑者多达三四千人 其中更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参加 希望从小培养运动健身的好习惯 2018闪岸荧光夜轮6月2号下午在新店碧坛东岸广场热闹登场 不仅国内民众热情响应 更有来自各国喜爱路跑的民众踊跃参与 协办这次活动的新北市议员廖小青表示 很高兴有这么多人喜欢路跑活动 希望大家不仅可以跑出健康 同时还能够欣赏碧坛沿土美丽的河岸风光 今年人数呢竟然有冲到四千人左右 那大家给大家行修新店 我们这个湖光山色的美 所以很多外地的人都会来参与 是个很棒的一个活动 主办单位也在开跑前 带领所有跑者暖身 舞台上超马三太子 以及蜘蛛人 超人 钢铁人等英雄起聚一堂 看民众一起动一动 将气氛炒得热闹滚滚 而新北市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也献身活动现场 替跑者们加油打气 今天天气很不错 非常的阴凉 非常的舒服 所以今天跑步一定非常的愉快 而且又非常的健康 在我们的新店西两旁 这么样的漂亮的风光明媚的地方跑步 所以很开心看到大家 这次的荧光夜跑总共分成了 23公里爱恋伴马组 15公里闪爱组 7公里夜让组 以及3公里真爱剑走组 参加的跑者不分男女老 需要各个都卯足全力 希望友好成绩 当中更有不少家长 带着小朋友前来参加 我们大概有五个家庭 所以我们大概16个人 一起带着大朋友的小朋友一起过来 你今天是要跑几公里的 三公里 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跑完三公里吗 可以 觉得这个活动好不好玩 好玩 在23公里半马组开跑之后 各组队伍依许出发 签名跑者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 让碧潭顿时热闹非凡 在帮满良爽气候助阵下 所有的跑者也都展现十足的战斗力 就这生命之门起新店财宝报道